刘总来了 刘总 介绍一下 小妍 这位是国际贸易部 朱总 朱总好 严小晨 大学刚毕业 孩子外遇很好 你看她能做点什么呢 我怎么不记得 我面试过这个姑娘 我一定 帮我小前面来的 我还以为是我太忙给忘了 我们接个电话 我们接个电话 你好 你好 女士佑 我们收拾了新鲜的东西 但你必须再送它 对不起 佛丽在这一刻 请让她的电话 我请你联系她更晚 刘总 朱总 这边有个文件 是对方刚传过来的 那我就去 好 朱总 小香 带她去那边合备 好 跟我来吧 谢谢朱总 谢谢刘总 刘总 就算是您的朋友 也要三个月顺利休 那当然 也是新来的 新来的销售 你要多提鞋提鞋 朱总好 以后请多关照 嗯 施培 忙 嗨 是 是的 我们可以帮你 购买奶油 明天 新的开始 新的生活 加油呀 有什么事让程总这么开心吗 算是吧 看来程总是那种 会因为别人的开心声 而开心的高尚人格啊 你该说到哪儿了 明天 合同的细节都已经敲定完毕 什么时候签啊 马上 约好了吗 约了 几点 我又不是你的秘书 去问你的秘书去 不是你约的 合同的签约时间吗 问你的秘书喽 继续看你的朋友圈吧 什么好事都让他们给占了 这批货有的是人跟咱们谈 不要拉倒 又不是什么大公司 要我们求着他呀 让他们滚蛋 朱总 进来 朱总 文件已经复印好了 你没看我就忙着呢吗 同事有需要帮忙的去帮一下 大家午餐定一下 给娘 小萧 你有什么需要帮你的吗 你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个人能力不够啊 你要个人能力够的话 你也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嘛 朱总让我帮大家定中午饭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跟我说啊 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的工作呢 那我想吃米线 多加豆腐酱啊 米线多加豆腐酱是吧 我要牛肉饭 只要牛肉不要饭 我要楼下那个陕西粮皮啊 给我多放点辣和醋 对了我最近应该减肥 所以你刚才说 给我少放点黄瓜 多放点粮皮啊 少放黄瓜 多放粮皮 你应该是少放粮皮 都放黄瓜吧 你给麻辣香菇 加粘米饭 麻辣香菇加粘米饭 麻辣香菇加粘米饭 对对对对 谢谢 牛肉面不要辣椒 牛肉面不要辣椒 谢谢 牛肉面不要辣椒 什么东西 鱼香肉丝带焦饭 鱼香肉丝带焦饭 好嘞 好的 刘总 薄利是你的客户 我一定会让你的客户 冰之如归的 大家听我说 打仗的时候到了 英国薄利公司的客户 就要到了 这是一场硬仗 我们一定要拿下这个客户 签订这份合同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谁 刘总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吗 下午去接一下客户 下午去接一下客户 这些客户很重要 一定要能逼付贵 好 你去哪儿啊 我去机场接人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你部门不忙吗 暂时不忙 那不行 你回去上班 回去回去回去 晚上见 等一下 等一下 接人怎么得 有个举牌的东西嘛 对吧 谢谢 人太多了 费 拜拜 好好工作啊 那儿 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求助 外籍客户上海两日游 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游览个故居吧 或者说是师博会的中文宽 师博就是上海 和平饭店爵士巴 一副舞台 喂 是要招待国外的客户吗 对 我刚才查了一下 你给我推荐的这两个地方 都不太好订位置 也不好订票啊 很重要的客户吗 是的 你才刚进公司 就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啊 我就负责接贷 毕竟接贷也是拿下合同的第一步嘛 理解正确 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晚餐还有晚餐之后的活动 还有明天一天 这么急啊 那美术馆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可以帮你要到明天 一副舞台乐剧的票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把美术馆和乐剧安排到明天 今天可以去和平饭店听爵士 我有个朋友是那里的贵贵人 可以帮你要到不错的位置 你们总共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 好 晚饭的话我一会儿回给你 好 喂 喂 吃饭的地方我也帮你拼好吧 一会儿地址发给你 那家餐厅是不是很贵啊 反正沈家负得提前 今天的事情很突然 我可以临时帮你出一个方案 但如果以后你长期负责接待工作的话 这些基本社交是避免不良的 记住啊 你要掌握上海的吃喝玩乐 陪客户吃好喝好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心里一定要補养币甚至補养币 记住 不打没有把握的账 好的 谢谢 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你 好像什么事情都能搞得定一样 要真有那么神机就好了 陈总 好 我挂了 先忙吧 好 再见 陈总 这里 这里 我挂了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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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欢迎认识你 嗨 您好吗 嗨 您好吗 嗨 您好吗 我是船长 我会招待你 好的 好 您可以叫我Olivia Olivia 好的 请你好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好 请追我 小心抬机 谢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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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不要 我刚才说 你这边 可以 我怎么会 你这边 我这边 你这边 这边请坐 谢谢 请稍后 谢谢 你好 给我刀和茶 好 好了 谢谢 我的天 不 你可以用它 我可以 非常感谢 对不起 这是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餐厅 对 你必须要买至少半个月 在前面 哇 你怎么做 这是一个秘密 啊 试试 这是 豆腐 嗯 看起来 好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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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尝试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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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是我 感觉有成真正的 溜恩 对 弹幕修复手术 刚才在八点十五的时候 有心率过快 吃了醋酱就今晚 现在情况有所怀疑 好的 我知道了 先去找护士办理手续 好 好 谢谢 我需要莉莉的帖子 好 别担心 相信医生 好 知道吗 对 你好 曹阿菲 你好 五千七 谢谢 谢谢 莉莉的帖子 担心一下 已经准备了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你怎么知道 莉莉的医生历 你是我们的客人 所以我必须记住 你的医生历史 保证确定 保证确定好 我非常感兴趣 你的公司服务 真的 谢谢 谢谢 别担心 已经没事了 但是需要多休息 再住院观察一天吧 好的 好不好 好 谢谢您 好 全部都会好 她只需要休息 喂 喂 听司机说 伯利的客户突发心脏病了 对 但是 我现在都解决了 那你还在医院吗 这累坏了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打车回来就行了 你等我啊 可惜您说得太迟了 怎么样 好久没见到她 是不是觉得她特别帅 还是我小头子比较帅 还是我媳妇会说话 上车 好 再见 朱总 进来 你来得正好 刚才伯利的贵文打了电话 要求你继续接待他们 这样 一会儿你去买树花 趁他们还对你有好感 把我们的设计稿带去 好好推荐一下 让他们尽快跟我们签合约 明白了吗 好 没问题 明白了还不快去 朱总 这是昨天晚上的医药费 交给小肖财务会给你包的 那这买花的钱 你真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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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能够到这周周会 有什么提案 你有什么提案 提案吗 我希望这些衣服更简单 更多的环境 和国家的衣服更多 我明白 但这些衣服更多 是中国设计的 如果这些衣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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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能一会儿麻烦您帮我 把这些衣服 划送我1012病床的病人吗 行 那可以可以 没事 好的 谢谢啊 没事 好 喂 朱总 设计稿送到了 还没有 那你还不快点去送 是这样的 朱总 我刚才在送设计稿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 伯利那边的对话 他们说 如果我们这次的设计稿 还是中国风设计的话 他们就不和我们再去运了 朱总啊 我知道这次的设计师是卓元 我这儿也有他的地址 如果我现在去拜访他 我请他再重新修改一下设计稿 可不可以 严小辰 你别胡闹了 下周就要续签会了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你觉得能修改得过来吗 而且卓元的脾气很怪 我们都搞不定 你觉得为什么你能搞定吗 不是 如果这样下去 他们不会跟我们再续约的 我现在趁还来得及 我去找卓元试试可以吗 行 你想去就去吧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卓元的脾气 能跟我们公司合作到现在 已经是我们极力维护的结果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沈猴只是为你打开了一扇门 是否可以在深思立足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老脸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你证明自己的绝佳结果吗 喂 喂 刘总 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这个事可能需要侯总琴子 准备才能解决 您好 周先生 你好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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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跑哪儿去了 您好 您是卓元先生吗 哦 你是 哦 我是综艺的国际贸易部工作人员 哦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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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设计理念稍微有一点点出入 他们想要再偏国际化一些 所以 我就过来找您看看能不能 咱们从中间找个平衡点 你 想让我修改我的设计方案是不是 不可以的 侯若真一开始找我合作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设计自主权是我的 你们修改一丝一毫 我都不接受的 不可以接受的 可是 没什么事 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这儿很少来外人 只有你在这儿待时间长了 我怕惊善着我的老孙 老孙 老孙 老孙跑哪儿去了 老孙 早安 好 早 叶小晨 刘总早 过来一下 室案 您招我有事吗 刘总 你昨天 是不是自己去找周源了 但是卓先生她还是没有同意修改设计稿 我打算今天再去一次 你可千万别 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 卓妍直接给公司打电话 专门投诉你 投诉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你把她家猫给吓丢了 林小晨啊 你刚来公司 还不了解情况 这个卓妍 几年前老婆突然去世了 只留下一只养了十几年的老猫 她叫老孙 她和她老婆这么多年没有要孩子 这几年一直是这只老猫 陪着她生活 这几乎算是她唯一的伴 结果你这委屈 你把猫给吓着了 从你走后 猫就找不见了 跑丢了 我 我昨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一只猫 但是 它是看见我 它就跑了 我以为它是跑 躲起来了 这下好了 别说修改设计稿了 人家不直接跟我们解约就不错 林小晨 我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如果你这次搞砸了 你就别想在公司打下去了 直接给我滚蛋 对不起 刘总 对不起 朱总 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 再给我一些机会 我尽力去挽回好吗 你怎么挽回啊 你还嫌自己惹事不够大吗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还能再做什么 比这个更糟糕的事吗 小晨 朱总啊 对待新人 我们应该宽容一些 这样吧 小晨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这次 你再不就不了的话 请你离开公司 谢谢刘总 谢谢朱总 咱们 蜘蛛 不是 吗 咱们 不是 咱们 咱们 员袹佛 好 咱们 你 陪了夫人 余哲兵亡 你说他这附近 真的能找到那只猫吗 刘总说卓元养那只猫 养了十几年 一只老猫 还肯定很练家 不会走远的吧 练家为什么还要偷跑啊 你说他是不是发情了 公的母的 我刚才就应该 在买猫罐头的时候 抱一只异性过来 引诱引诱他 我恨在知道 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而且再说了 猫的一岁跟相当于 人的十五岁 这十几年的老猫 不就是百岁老人 还会发情啊 来 给我点罐头 猫是绝对抗拒不了 这个罐头的吸引 咱俩分头行动 如果找到的话 就打电话 会合好不好 刘总体 来吧 你去那儿 我去那儿 先生 这儿 找到了啊 你看 不是 是不是这只 我看看 这品种对颜色也差不多 但是他的那只 好像比这个胖啊 啥呢 不是 不是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阿财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呢其实就缺个倍 而且 他丢了我们 陪他一日不就完了吗 再说了 你不是试试看 你怎么知道不行吗 走 试试看 你们俩什么事啊 喂 您好 那个 听说您家昨天丢了只猫 是不是这只 嗨 是不是 这也不是老孙 不是你 再找找吧 走吧 先把它放掉 喵喵喵 好好好好 呀 晓晓 你 你确定就是这只吧 应该是吧 挺胖的 你叫他 对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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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理你了 不管了先开始试试吧 你干嘛呀 卓先生 您看看这是是不是 你把他转过来我看看 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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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菜叫 不对 那个老孙后脖子有个黑点 这个没有 这不是老孙 黑点 好麻烦啊 还不是你 不是 你别泄气啊 要不 咱在那儿会不会 点黑点 你快别胡说八道了 继续找吧 不不不 天安快黑了 咱明天再找吧 不行 必须今天找找 走 等会儿 你 你手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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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没事了 你手都这样了 走 先打疫苗去 不打 不 当时 你看 好 就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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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这不是刚才那事吗 你看他脖子后面 你那儿还有猫罐头吗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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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去拿 去去去去 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 给他 打开 来 来 孙子 老孙 孙子 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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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猫罐头 老孙 靠近点 你说他为什么不过来 你看他这脾气 是不是跟那个卓元一模一样 那肯定就是他 卓元那么喜欢他 肯定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呗 他能稀罕你这猫罐头 不好使 等会儿 你干吗 看我啊 抓呀 是 他会不会跑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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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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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又来了 喵喵 来 那你看啊 猫呢 我是给你找回来了 看清楚了 来 来 后鞋子这 这带你怎么回事了吧 还真是老孙 那行了 老孙你进来吧 我来我来 快 行了 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们可以走了 不是不是 老孙大夫花了几个小时 今天故意帮你找了 你等人介绍都不出来呗 还有 你看 你看清楚了啊 我女朋友 这都是被猫挠的 正是被人帮助整呗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俩 谢谢你们俩 可是这猫 是你们自愿给我找的 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帮助我 是不是 再说了 我也没说 找着猫之后 我会答应你们什么事 是不是 谢谢啊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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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你干吗 你 你 你瞎了你 你别管我 我跟你说 我今天必须得 给他说清楚了 你 你开门 开门 不开门我进去了 我翻进去了 你扎门喽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是在故意耍我们 对不对 你的猫 根本不会丢 你养了他十几年 他要是丢的话 你 你能这么安稳在家坐着吗 我看你啊 根本就是 就是不想改设机构 行 行 谢总 下了吧你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这个情况 我必须得跟我妈说一下 你呢 不想合作大不了就不合作嘛 我们深思根本就不缺你这单生意 我觉得你呢 根本不是不想改 你呢 就是江郎财劲了 改不出来 门开了 门开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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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个鸡浆法可以吗 你呢 你是侯月珍的儿子 是又怎么样 你呢 别生我的气 我就是这么个倦老头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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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坐这儿 你也坐 你知道 你妈妈 你妈妈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妈 因为我妈很忙 因为你妈知道 就算她亲自来了 她拿我也没辙 我们俩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关系 不过你们俩人这个执着的劲 倒是让我很钦佩 对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你回去跟你妈说 我不缺钱 设计也不是为了钱 我更不在乎 那个深思集团是不是要继续和我合作 不用拿她来说事 那聊什么啊 你走吧 你走吧 朱先生 我看得出来您有很多的设计灵感 是来自于您夫人 这些都是您对他的爱 其实您让我想到了我父亲 我父亲是个手艺人 他是个木匠 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经常给我和我妈妈做一些物件 这些东西 也都是源自于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特别理解您 我知道 我们因为生意 要求您修改您的设计方案 是个很为难的事情 也是个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 我决定放弃了 不是 晓晓 晓晓 什么 你说 你理解我 其实你们还没有到我能理解我的年龄 你们怎么能体会到 一个朝夕与你相处的人 突然离你而去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卓先生 我为什么会说 我特别理解您呢 因为我父亲在四年前 因为一场意外也离世了 我曾经一度都沉浸在 我父亲离世的痛苦中 我对生活都绝望了 对很多事情我都打不起精神 提不起兴趣来 可是 人活着生活就还是要继续呀 虽然我们背负着伤痛 可是依然要往前走 这样才会让 在世界另一边的他们 不担心 今天我们打扰您了 实在是抱歉 再见 不是 走吧 你绑子 绑子 绑子被猫穿 这边请 谢谢 谢谢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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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非常感谢 告诉欧妮娅 谢谢你给你的花 这是设计 请教授 好的 对不起 你好 我很抱歉 欧妮娅 这是新设计 你必须留下 好的 让我看看 杨晨 你搞什么 别告诉我 你自己改的 不是 那是朱老师亲自设计的 怎么可能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你认为我们可以卖它吗 可以卖它吗 是新设计 我认为我们可以卖它 是新设计 好 好 好 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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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设计 我认为我们将新设计 是新设计 对吗 对吗 服务 是 是 是 你做得正的食物 是很幸运的工作 谢谢你 做得好 谢谢 很幸运 对 谢谢你 对 真的 谢谢 很幸运 谢谢 Olivia 很幸运的见到你 我希望你一天到英国来 留在我的家 我希望你再来 欢迎来到中国 我希望你再来 谢谢你 谢谢 再见 再见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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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元把新改的设计稿 寄过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我刚才看见那两个老外 一脸满意的样子我就知道 你们谈成了 跟着 朱迪那张臭脸我就明白 肯定不是他的功劳 你说卓元这个老顽固 还算有点良心啊 回头我一定跟刘叔叔 让他好好奖励一下 那到时候分你一半呀 我不用 我过去上班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中午快吃饭 算是庆祝一下 吃什么 一定 我回去了 去吧 好 好 我知道 好 这顿饭吃得真开心 平时跟我吃饭委屈你了 不委屈啊 吃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心情 我们晓晓一来公司 就签了这么大一笔合同 又给我赚了一大笔彩礼钱 彩礼你个头啊 谁说要嫁给你了 迟早都是要嫁给我的 如果我们晓晓在公司 这么继续优秀地表现下去 那我妈肯定把你爸到我们家 做我的嫌内助 我这么优秀 难道不是应该你 当我的嫌内助吗 没问题啊 都什么年代了 谁做都一样 在我们家 就是这个传统 我爸就是我妈的嫌内助 你怎么越说越不害臣 怎么了 没事 我下午有个会 你先回公司吧 那我先回去了 就这么走了吗 拜拜 小肖 这是谁放在这儿的呀 听说你把公司近两年的设计稿 和客户需求都做成了公司 既然你那么会做统计 那就把公司从近年以来 到现在所有的客户 统计录入电脑 做一个表格出来 务必年份详尽 一目了然 就这些吗 当然不是这些 可这是九五年和公司合作的 国营服装厂的资料 这些服装厂现在应该都倒闭了吧 我可以知道 我要录这些资料的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意义 有你的擅自决定 你要做的就是服从 你也该学习学习如何服从 好 没问题 对了 忘了跟你说 这只是一部分 剩下的在公司的暗库 记得去找 你要找什么呀 我就是想找一些公司 早期合作的 国营服装厂的资料 那我可找不着 你要的资料太久了 我这也没登记 也找不着 要不你自己找吧 就在这儿自己找吧 我这也没时间跟你耗着 我还有别的事呢 好 谢谢 你别给我翻乱了啊 好好好 我去看看 好 要不得了 我还有一个公司 我都要选择 我可以把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 我可以帮我 你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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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我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我帮我 好 哈喽 小猴子 小小 你在哪儿呢 我在公司呀 公司 不是 我怎么没看着你啊 我在忙着呢 你不是也在外面吗 你上班的时候 你就好好上班呗 别打什么扫耳电话 不挂了啊 拜拜 不说我也能知道在哪儿啊 他谁呀 管那么多呢你啊 刘总让他看就让他看呗 关咱们傻事 反正跟咱们没关系 好 我去打我 你这儿就会对我来的 别闹了 我现在来看 我去打个招呼 你这儿还可以 给我来的 忘卖詩 哥们儿 这 这是哪儿 这档案库常年锁着门 空气一不好 汇还特别重 也特别闷 这姑娘也真够遭罪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是不是我不来 你就不打算告诉我 这不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吗 没什么好说的呀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那个朱棣故意为难你 我们部门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你这么说是真的了 是不是因为伯利的事情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单子 他就黄了 嫉妒也不该这么嫉妒 行 我得给刘叔打电话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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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这事不告诉你就是怕你这么做 这点小事你就去告诉刘总 告诉你妈你妈会怎么想 可是再说了 我又不是来你们公司享清福的 这点职场的潜规则 我也要经历一下嘛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且朱棣又是你妈高薪聘请来的 你觉得在这事上 你妈应该会站哪一边 当然站在你这边啊 你是我女朋友 她为了她儿媳妇 朱棣她是外人 对啊 那我是不是更没有必要去跟她计较了 你说好像有道理 那好像没道理 挺破的嘛 来 不是 你还闹啊 给你画个妆眼 都好看 这这么严肃的事情 你 你怎么这样啊 你干吗要那么严肃嘛 来 拍一个 你笑一下 笑一下 笑一个 笑一个 快点 看看 还挺帅啊 只不过 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来 拍张照 快快快 好傻 破晓后的晨曦 晓晓 嫁给我吧 你又没有觉得你出现在这儿很不合适 别捣乱了 出去吧 你又没有觉得你出现在这儿很不合适 你叫谁阿姨呢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是公司 这一天天不好好上班 拿着工资在这儿谈恋爱呢你 什么情况啊 我这儿很颜色求婚的 你赶紧 赶紧出去 你还有理了 你信不信我现在跟刘总说去 你去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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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们现在收东西就走了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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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快点 快点 帮我拿一下 赶紧的 赶紧的 这些东西吗 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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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我饭还没吃呢 先找男朋友再说 你 你 你这小的一天我没说 你这小的一天我没说 刘总 胡总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 咱们公司 跟英国博力公司 续约成功的事情啊 嫂子消息好灵风啊 我问你啊 这回这个朱棣表现得不错吧 当然 朱棣领导有方 不过这次还是得感谢沈侯 感谢她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朱棣没跟你说呀 之所以拿下这次合同 是因为沈侯介绍来公司的 那个同学 是她到最后关头 说服了卓元 刚赶了社稷 所以我说 还是得感谢沈侯 是这样啊 那个我不跟你讲了 要开一个视频会议啊 好了好了 嫂子你忙 朱棣 朱棣请讲 侯总 今天已经跟博力 正式签订了续签合约 一切进展顺利 新的设计稿 也会很快投入生产线 你辛苦了啊 不会 不过之前我们工厂 采购的一些布料 因为不符合新的设计 只能变成库存堆积了 没关系 做生意嘛 有赔有赚 但总体来说 我们还是赚的 对吧 对 对了 新来了那个丫头 怎么样啊 我让你做的事情 按照我说的去做了吗 当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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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